Hello大家好,我是何小雪 今天我要去跟我婆婆道歉 前几天和我婆婆吵架到现在还没有好 现在还在冷战 今天算了一下已经是第四天了 昨天我老公也说了 就是他想让我去跟婆婆道个歉 然后因为他自己夹在中间里也不好过 我昨天晚上到了四五点才睡不差不多 今天早上九点就醒了 刚才我老公说 我婆婆答应了我提的那几个条件 就说以后不会再这样了 那我也应该去跟老人家道个歉 毕竟咱们是晚辈 他们是长辈 他们也不会过来给我道歉的 我就自己失去点去给他们道个歉 我看很多阿姨都给我私信了 然后说她也是婆婆 有的也是妈妈女儿在国外 反正就是有好多好多的阿姨给我留言 在这里谢谢我的每一位阿姨粉丝 能给我这样发自内心吹复的 跟我说谢谢你们 其实我自己也考虑了很多 当时确实也是自己欠考虑 就是因为我是山东姑娘吧 就是比较心之口快 假如有一点不愿意的话吧 我就会说出来 我不想憋在心里 我想婆婆也确实很辛苦 帮了我们很多 朋友婆婆确实是 为我们费了很多的心 就是不当为我自己 也为了我的两个孩子 为了我老公 我也应该去给他们道歉 毕竟我婆婆是长辈 长期冷战下去 对我们也没有什么好处 昨天我做了一些小饼干 然后给你们看一下 我都已经录下来了 然后今天准备送给婆婆 然后呢 再请她吃一顿火锅 估计这个事情就这么过去了吧 给大家看一下我做的小饼干吧 小饼干吧 額外宾 額外宾 母奶うま 现在我们准备去买火锅的材料 去超市咯 妈妈好吃吗 真的好吃 火锅很好吃 谢谢 两个宝宝在这里 今天和我婆婆和好了 然后给她送了饼干 请她吃了火锅 她非常非常高兴 她也跟我说了 就是以后有什么事情的话 都要跟她说 不要自己生闷气或者怎么样 说了一些话让我挺感动的 就是说我爸爸妈妈比她年 比她们年轻 如果她们不在的话 爸爸妈妈 我的爸爸妈妈 可以更长时间的保护我们 其实我觉得 我可能命比较好吧 遇到了一个好的公婆 不太愿意跟我计较 其实 家庭吵架可能没有什么对和错 有的时候呢 我也是比较上纲上线 自己也认识到了自己的不独 然后我婆婆也同意我说的那几个条件了 说以后不会再这样了 总的来说 这次是我想要的结果吧 然后我也看了很多 你们的评论和私信 真的发的让我很感动 然后特别特别多 每个留言也特别长 再次在这里感谢你们 我觉得很多姐姐说的都对 家庭是要相互包容的吧 我婆婆后来跟我说的一句话 让我非常的感动 她就说 家不是讲理的地方 家是讲爱的地方 嗯 我也看到好几个姐姐这样对我说 所以这次 也是我自己有些上纲上线 有些任性 但是我婆婆她也说了 就是 不会以后不会再这样说了 反正这次她知道 我是这样的姑娘 嗯 知道我个性比较固执 她以后也不会 再怎么样去说这些了 然后我老公跟她说 我有抑郁症 所以她 马上给我联系医生 然后让我去看抑郁症 但是韩国好像现在的医院 就是所有的这种诊所都联系过了 都要预约到12月以后 所以现在她正在给那个 师庭工作的舅舅联系一下 然后让我去我们这边最好的大学医院 去看这个抑郁症 嗯 其实说句实在的 就是像我们这种中外家庭的摩擦和矛盾 有很多文化的差异 生活习惯的差异 还有观念的差异 让我们都站在自己的这一角度上去考虑问题 而没有想到站到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可能更严重的 可能还要去离婚什么的 我相信不只是我遇到这种问题 不只在像这种中外家庭 像国内的家庭也是会有这种很多的问题出现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在这次有你们的相劝 有你们的建议 然后让我化解了这次家庭危机 十分感谢我的粉丝 还有一些阿姨姐姐姐们 谢谢你们 让我认识到一个更加不足的自己 我会更加努力改正的 在这里我也呼吁一下大家 就是不要像我这次上纲上线 然后就像我婆婆讲的那句话 家是讲爱的地方 不是讲理的地方 所以这次你们都给我上了一课 谢谢你们 我就是那个 远嫁韩国性格耿直的何小雪 你们如果要是有喜欢的 就是关注转发 多多给我评论 多多点赞 好了 那这期就给大家讲到这吧 大家再见 拜拜